做了以后决定堕地 同学按时高去救他 我们想想如果我们在这个 善因不如他 我们造的过因比他严重 我们的果报就靠向日了 他多出生到可以做龙王 我们到出生到可能是做小沙米小云 读这一段文字 寒毛直说 因果恐怖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既得人生既闻佛法 怎么能够不依教奉行 佛是用教化对我们的恩德 三界结盟恩 佛陀教化众生 用现在的术语来讲 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他不分国家 不分族类 不分宗教 所以佛的地址当中 有婆罗门 有余切 有素论 这我们在经典上都看到 当时印度 许许多多宗教的信徒 宗教的传教师 都拜佛为老师 佛不是宗教 佛是教育 哪个宗教都来接受 佛陀的教诲 佛教是智慧的教育 是经验的教育 怎么能不学呢 三界结盟恩 这个三界是讲六道 欲界 四界 五色界 而实际上 十法界结盟恩 上面还有 生文元教菩萨 十法界多盟恩 复动甘露法 这是形容他的教学 复动就是展开的意思 展开他教学的活动 甘露是比喻 他的讲经受法 他的讲经受法 教学 甘露 古印度 称之为妙乐 这个药能够起死回生 所以 福射法 常常用甘露 比喻 涅槃 印度所有的宗教 他们教学 最后的目标 都是大涅槃 涅槃是印度化 翻成中国的意思 不生不灭 这是宗教上的追求 真正能够做到 不生不灭的佛法 佛法才做到究竟处 真正得到的是大圆满 大自在 大泄斗 令人仆奉行 令一切众生 普遍一教奉行 过过成就 所以福是平等 慈悲 教化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过过成就 这首既是赞叹 佛的恩德之大 我们要知恩 知恩才知道报恩 怎么报恩呢 一教奉行 这是报恩 绝对不是说 起一个大殿 说一个精神 供养他 那叫报佛恩 错误 佛对这个 一丝毫都不需求 佛希望是 我们什么 希望我们觉悟 希望我们解脱 希望我们成佛 这才真正报佛恩 我们看第二首 爱在乙德会 明年群蒙古 开通世道尽 下者既得度 那么这是很具体 为我们说出来 一教奉行的人 成就了 真正报恩了 第一句 爱在乙德会 这个爱在 使阿南尊者的感叹 用现在的话 想 佛 你老人家 已经 开了智慧了 已经得到 究竟圆满的智慧了 为什么还实现 在世界呢 还在修苦行呢 我们明白了 这是 明年群蒙古 怜悯 一切 迷惑颠倒的众生 蒙 就是迷惑颠倒 不明四里 这就是讲一切众生 为了 怜悯 他们的缘故 你才做这样的事情 你看看 世间人 不是都是要争吗 争什么呢 争王位 无论在中国 在外国 自古至今 哪一个人不想做王呢 争夺着王位 释迦摩尼佛 他是太子 民阵延顺 集成王位 他不要了 他有非常美满的家庭 他也不要了 这什么意思 地位放下了 权力放下了 富贵放下了 家庭享受放下了 无非是为了 明面群蒙古 教导我们 怎样才能够救 贪念 无欲六成 放不下明文理想 那就是 不能超越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真正的夜音 就是贪念 贪念明文理想 贪念无欲六成 所以古大德常讲 爱不重 不生缩谱 那个爱就是贪念 无欲六成的享受 贪念荣华富贵 这个就是苏婆 一阴嘛 六道轮回的根本嘛 你六道轮回的根本拔掉 你怎么能出去 佛菩萨再次不再来